大學生租房子 租到胸宅 水龍頭自動開 夜夜飄出詭異香味 意外揭發 音樂人親身內情 我認識一個專門在做法拍屋的 他就拍了那一張給我 傳給我 我就看到那一張下面就是寫 屋主一次燒炭身亡 看到這一份2014年的法拍記錄 張同學當場驚呆 他跑去問房東 可是房東回我說 他並不清楚 然後他也說他不相信我講的話 因為我這樣講就是等於在跟他說 這個是兇宅嗎 後來我就是比較刻意的問 我說這到底是不是兇宅 然後他就不回答 房東的態度讓張同學覺得 是刻意隱瞞誤曠 他決定退租 但押金的5萬塊 卻遭到房東以提前解約沒收 我有試著去和解說 可不可以只退一個月的押金 那他也說不肯 我跟他談嘛 他就說法院見 法院見 法院見 雙方喬不攏破局 打算對付公堂 也鬧上了新聞反面 沒想到卻意外吸引了 第一手屋主的前妻 馬小姐的注意 他就說學生住到兄仔啊 就是什麼半夜飄來 蜂蜜蛋糕餵啊 就照到那個景 我一跟我兒子說 我說你看這不是爸爸的房子嗎 然後我就心裡想他還沒走 然後覺得很心疼 口中說的他就是把牌屋記錄上記載的 疑似燒炭身亡的前任屋主 人稱小鎮老師的 已故音樂人鄭志明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晚上七點半 台灣大搜索頻道不見不散 我們已經到處大搜索 所以be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